娛樂百分百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是 動力火車 因為最近疫情很嚴重 這個大家都沒有錢賺 那我們歌手呢 很可憐啦 我們的錢都快要 我們都快要領完了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是 要賣出去的意思 對 因為我們中秋節快到了 我們想要用動力火車的名字 來闖出另外一片天 今天我們邀請了一位老師 非常重量級 我們歡迎陳詠信師傅 是不是又帥又重量級 你中哪一頭 這個 說簡單很簡單 但是有一點 對男生說蠻怪的 對男生說蠻怪的 但是試試看 我一定把他都說出來 很簡單吧 對 好 你這麼聰明 你一定可以 哪兒呢 我不聰明 我很有智慧 你為什麼一直皺眉頭 因為我 加油 試試看 我們...對不起老師 我們還沒有講我們... 我們有出了一首新歌 叫什麼歌 其實叫... 不是 不是 新專輯 我們的新專輯 對不起 第一波主打歌 第一波主打歌 我很好騙 對 好 怎麼意思 為什麼要... 我們等一下再送你那個... 等一下我們送你CD 好 好 OK 然後我們講到哪裡 我們為什麼要講新... 要送送你CD 要介紹 要介紹 然後送給他嘛 好 連這裡你還記得我們的主打歌嗎 為什麼要騙我 為什麼要騙我 說得很好 你告訴他啦 你跟他講什麼歌 這個也用... 這個來 三個字啦 我愛你啦 我愛你 我愛你 對... 好 這個... 好 我覺得我們在弄這個的時候 我想到那個 Oh my love 有誰要幫你啊 然後反正就說 對喔 我在旁邊 你朋友或是老婆在那邊 第六感人生死戀 對 有秋希 我愛你有沒有 就是那個 好 要這樣子喔 對 展現一下 展現一下 要這樣子 男人的肌肉 有秋希 我愛你 我愛你 有沒有 像不像 你為什麼要一直講 沒有啊 我們蠻適合的啊 這個捏這個有沒有 Oh my love 真的可以吃嗎 這個 吃 好 我們把它混在一起 放在鋼盆 讓它放水 放在鋼門 鋼盆... 嘿 你要這樣 我再看 我剛剛聽到那個 永信弟講的一句話 鋼面棍 鋼面棍 你想到什麼 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的時候 男生要檢查 那個醫生會拿那個 鋼面棍嗎 好痛 不好意思 不是喔 你為什麼要鋼面棍 來 給我 一來一把 你為什麼要鋼面棍 趴著 鋼面棍 怎麼可能 我聽說師弟 師弟很會唱什麼歌 真的嗎 師弟會唱什麼歌嗎 給他機會 當然給他機會 對 他現在給我們機會 我們跟著我一起來 好 好 他都不能看歌詞耶 好冷耶 對 我從小動物走九遍 腳底下踏著曾經 你我的點點 我從日走到夜 心總會跳到黑 我多想跳上車子離開 收起來了 那我們就來點芝麻 芝麻是不是 你真的要點芝麻 你們如果更順的話 你是用臉這樣子 對 真的 對 手指不夠長 太短 你看 試試看 不緊 太短了 我的手指 哇 這樣就好了嗎 對 不要 如果是有一點粉就好了 也不要太多 你看 請問一下那個 你已經把它 好 壓 對 壓 好 壓完 這樣可以了吧 好 壓緊喔 好 壓緊 好 可以跳 慢慢來 好 這個可以吃嗎 這個 等一下先 挑兩次 可以 可以... 還是... 可以... 對 還是 都可以的 就是你也是 電極啦 終於我們人生的處女座要 對 要拉出來了 開心 要拉出來了 不是 我們現在要從口向 從口向拉出來 開心的時刻來了 那個叫什麼 出爐 出爐了... 出爐... 來 我還是吃了 我先 你電腳喔 等一下... 因為很燙 所以... 放在... 謝謝 漂亮... 好 你這裡也電腳耶 好 那麼低啦 電腳 漂亮 漂亮... 漂亮... 漂亮 怎麼樣 你做的 如何 什麼 好吃 好吃嗎 你就... 好 我要吃了 蛋黃出了 其實我們不像那個美食專家有沒有 會講它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只是覺得真的好吃 就這樣 兩個 兩個字 非常好吃 我只是吃個字 我只是吃個字 你覺得 他剛剛講的隱藏布 要猜出來的嗎 好 先一個一個講 他應該知道了 對 我知道 他說 最新主打歌 什麼意思 最新主打歌 就是最新專輯什麼主打歌 什麼意思 就是我很好騙 對不對 怎麼樣 應該是叫我很好騙 我很好騙怎樣 沒有 我是要叫你說出 那個我很好騙 對 但一直不講 最後的 後來你...後來有講 對 新年你愛自己 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任務是什麼 很簡單 他感覺有什麼 就是去抱他 不是 他在摔的時候有說什麼 他在摔騙他的時候 他一直說 Oh my love 他在你家裡然後你又吸進去 我會講 郵秋心 我愛你啊 然後呢 他要叫我講我愛你 要跟你講我愛你 郵秋心 我愛你 他給我的題目是這個 我想錯了 我以為是跟我一樣 要講出那個 講出他要講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任務沒有達成 所以我們要受到懲罰 那受到懲罰 聽說懲罰 一講到懲罰我就覺得 我不是懲罰 這個是什麼 講唱歌啊 唱歌是我們最喜歡的事情 所以尤其現在疫情 大家又聽不到我們唱歌 所以叫我們唱歌 當然是沒問題的 好 唱這首歌 叫什麼 我很好騙 對 你看講這三次 今天講的三次 今天講這三次 什么能够拥有你 爱够运行不会失去 青春不再勇气说声无尽 我真怀疑还能再上次行 我很好骗 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 就会深陷 在刚挣脱的那场梦言 暗到几点 再懒得狂言都视而不见 谁都舍不得不骗 我很好骗 你是否也有这种感觉 你的出现 会为我带来那种句点 奔起季节 再懒得谎言都视而不见 我难道引起磨蹈 渴望被骗 我们在这边要祝这个 娱乐百分百的观众朋友们 中秋节快乐 乐团团圆 希望大家都很开心 拜拜 谢谢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我们来告诉大家说 除了中秋节之外 我们还有演唱会 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9月17号吗 14号 9月14号 我们有一首我们华言大合唱的一首歌 叫做成立的月光 也是因应着中秋节 还有疫情的关系 陪大家一起过中秋节 所以我们华言17位艺人 合唱了一首歌叫《成立的月光》 老师有听过《成立的月光》 你年纪够大吗 《成立的月光》 《成立的月光》 有 把梦照亮 没关系 他没听过 没关系 我们 就可以听那首歌了 对 什么时候听得到 9月14号 然后我们17位华言的艺人 所以其实还蛮期待的 因为每一个艺人都有唱这首歌 所以可以陪大家度过这个中秋节